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万部人生路》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芷珊 在这个节目内 我会邀请不同的学者 执业婚姻与家庭治疗师 同持牌临床心理学家作为嘉宾 向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家庭和亲戚的课题 今集我们的嘉宾是何嘉然女士Leslie Ho Inc. 何嘉然女士是一位加州持牌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 而职与一个社区心理辅导机构 担任主管 亦在网上私人执业 服务层面涵盖幽灵儿童、青少年以及成年人 Leslie 不如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罗文的《狮子山下》有两句歌词这样说 人生终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累 这两句歌词写得真是好了 在过去这两年 疫情带来无数的生离死别 就算在我们身边 可能都会有亲戚朋友 因为疫症而离开这个世界 是啊 根据2022年4月份最新的数据 全球有8.9亿的人 是因为疫情而过生的 因为身处异地 或者医院探访的规矩收紧了 很多人 甚至没有办法在自亲好友身边陪伴 到最后的时间 真的 没有办法跟自亲自爱的人道别 听到都让他们觉得难过 当我们面对失去 就会经历爱伤 你所指的哀伤 意思是否当有亲人 或者好朋友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会不开心 会哭 甚至不想想起 这么难过的事呢? 智珊 其实你所说的是一个人 有可能表达哀伤的情况 但我们要记住 每个人表达哀伤 都可以不一样的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人家 和我们表达哀伤 不一样 而去下定论的 嗯 那可不可以举个实例来听一下呢? 嗯 例如是一对父母 他们失去了小朋友 见到妈妈 日日以泪洗脸 爸爸反而是越来越忙碌工作 大家开始责怪这位爸爸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在乎 失去这位小朋友 其实有可能 这位爸爸心里面 是觉得非常难过 但是他压抑了自己负面的情绪 利用工作去麻醉自己 嗯 明白 就算面对失去至亲的时候 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 而这种表达方式是没有对于错的 没错 用同一个例子 爱上可以是看得到的 或者看不到的 就好像妈妈那样 因为他会用哭来发泄情绪 所以比较容易看到他不开心 至于爸爸 因为他寄成于工作 情绪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出来 所以就算他觉得很难过 我们都未必知道 嗯 爱上也很多时候是一个共同的体验 因为我们人是群体动物 好像现在疫情 我们天天都会听到新闻 哪里哪里有很多人厌病死亡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明明不懂对方 都会令我们觉得很爱上呢? 是啊 每天当我们看到有关疫情的新闻的时候 或者听到有身边的朋友遇到不幸 我的心总是觉得矮着矮着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多不幸的消息 所以平时我只是每天听或者看一次新闻而已 你做得很好 其实疾控中心CDC都有指引 建议如果是觉得疫情的资讯影响到情绪 就要减少每天听关于疫情的新闻 和选择比较客观的媒体 是的 为了吸引观众和听众 有些媒体甚至用过度善情 或者负面的新闻来做报道 是的 Leslie 究竟哀伤会持续多久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过哀伤通常是暂时性的过度期 当我们失去了一段珍惜的关系 觉得难过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我们给足够的时间、空间 去支持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们会慢慢去接受到失去的事实 因为人生失去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如果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 长期都没有办法走出哀伤 甚至影响到生活基本的运作 那当然是会建议寻求专业的帮忙 嗯 经历哀伤的确是不容易去面对和接受的 我们明白接受当然是不容易的 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目标不是拿走这些负面情绪 拿走各份哀伤 而是去接纳、失去所带来的负面感受 然后学会如何去处理这些感受、感情 Leslie 可否和我们讲一下 哀伤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当然可以了 哀伤期、grief stage 是分为五个阶段 有些人五个阶段都会经历 有些人只会经历某几个阶段 也不需要顺序的 有很多人经历完了 过一阵又再经历之前的阶段 大家请放心 这些都是正常的经历来的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讲过 每个人哀伤表现 都可以不一样 而且是会有一个过渡期的 没错 哀伤期的五个阶段分别为 否定、憤怒、怯伤、悲伤 到最后接受 第一 否定、denial 就好像刚刚自身你所说的 我不想甚至拒绝去接受失去的事实 第二、憤怒、anger 情绪容易大喜大乐 小小事都觉得凡躁不安 会好吻这件事 身边的人甚至自己 在一般情况下 失去至亲好友会伤心 这个我是明白的 不过为什么会有奋恨的情绪呢 其实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的 愤怒和悲伤 一样都是一个情绪的表现 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份无能为力 正正因为一些事 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份无能为力感 而觉得很沮丧 很紧陈 另外 我们有时都会埋怨其他人 自己和失去这件事 所以会感到愤怒 那又是呀 在平时 就算不见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会觉得不开心 会生气甚至会伤心 更何况没有了一份珍贵的感情呢 而第三 就是协商 bargaining 想如果当时敢做敢做 会不会改变到结果呢 我在教会都遇到这些情形的 有些失去亲人的弟兄姊妹 会责怪自己 为什么在疫情之前 不回香港见一下他们 又或者怪自己 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如果早点知道病是这么容易传染 就不会和家人同台吃饭了 很多时候自责 责怪人家 怨天怨地 都是正常哀伤期出现的表演 我们要想有些什么是自己控制到的 有些什么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的确我们可以决定打不打针的 不过就不能够控制 会不会被传染的 坦白说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被传染的嘛 否则就肯定不会和家人同台吃饭了 没错 我们要看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控制到的 已经尽力了 那就要适当地认识能力范围以外的 我们有时候真是无能为力的 就好像生、老、病、死 其实是每一个人必经的阶段 我认为已经尽力 问心无愧就已经足够了 你说得没错 开始我们会经历第四个阶段 悲伤 depression 悲伤 可能是出现 心情低落 整天想哭 没有胃口 睡得不好 当我们能够适当地 抒发 接纳 这种种的情绪 和失去的事实 就会达到最后一个阶段 接受 acceptance 还要释怀 面对失去的事实 能够接受和处理好所产生的情绪 最重要是 当我们想起 当时失去这段感情的感觉 我们会多了一些正面的情绪 想法和行为 例如记得 我们彼此之间珍惜的回忆 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说得很对 疫情反而令到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 藉着视像 Facetime等等 见面的机会和时间都多了 是的 Leslie 记得你以前提过 经历完这五个阶段之后 有机会重头来过 为什么会这样的 那是因为 我们的人生阶段里面 多多少少有些人 事 物 是会勾起我们 怀念的情绪和记忆的 所以是一些特别的时节 气氛 和如果有类似的经历 都会令到我们重新去度过哀伤期 不过不用担心 是非常之正常的 我们既然成功度过一次 之后再面对的时候 影响通常都会比较短暂的 你的意思是否说 第二次的经历会比第一次短很多 和容易很多 对吗 你觉得没错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如何去处理这些情绪 和接受这个事实 或者正面点想 正正是因为我们很珍惜这段关系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因为失去 而觉得悲伤难过 甚至难以接受的 因为在乎 所以悲伤 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之所以会怀面 是因为我们珍惜这段感情 Leslie 我们大人就说 懂得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至于小朋友 我们可以如何帮他们面对哀伤 非常之好的问题 尤其是因为疫情 我们面临了生、老、病、死的情况 是加速了的 首先我们要根据小朋友的年纪 去给足够 但是不要过量的资讯 帮助他们去理解到 亲人、朋友、去世的事实 不同的岁数 他们面对死亡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而哀伤的反应 都可以不一样的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不同的岁数 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和反应 好的 在两岁之前 小朋友通常都不知道 什么是死亡 他们会理解到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他们表现哀伤 可能是日常生活的规律不同了 例如他们睡觉的时候 会有困难 觉得很害怕 又或者是 当父母去上班 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安 很担心他们不会回来 他们会哭 发脾气 也会比较之前 是比较像父母多些 那么小的小朋友 不懂得说出来 所以他们就会用身体的语言 去表达自己了 是不是? 智山你说得没错 所以做父母的 要观察多些 他们的身体语言 增加小朋友的安全感 花多些时间去陪伴他们 又或者有空抱抱他们 虽然小朋友未懂得说话 但是大人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 和他们表达一个安全感 和他们说 你是安全的 爸爸妈妈在你身边的 我几点就会回到家了 现在只是出去工作 另外 父母也要明白和体谅 他们的规矩和脾气 会有所改变 其实是一个过度性的改变 我们要帮助他们 如何适应家的规矩 帮他们如何处理情绪 而不是挂择他们 罵他们 明白 当他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如果父母还去责怪他们 罵他们 相信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差 也会更加不安 没错 到了三至五岁 小朋友觉得死亡 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好像打机一样 死亡可能是一个人睡着了觉 但是还没醒 他们会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去尝试解释 我们应该着重于聆听 不要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们陪多些小朋友 帮他们认识和处理 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即是说 听多些 帮助他们有多些想象空间 令他们没有那么难受 对不对 没错 这个可以是小朋友的方法 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到了六至八岁 他们开始有一些概念 到底什么是死亡 但是这些概念是很狹窄的 比如 只有年老的人才会死亡 或者 如果我乖一点 我就不用死了 那当然 他们都会开始接触到一些 书本啊 电影啊 电脑游戏 是会影响他们 对死亡的概念的 我有一晚不觉意 跟个小女儿看了一套鬼片 在那晚 她就不停地发愕梦 到了第二天 她竟然问我 一个人死了之后 是不是会变鬼 或者会变僵尸的 哎 搞到我都不知道多后悔 相信你都不想的 但是这样 就会令到小朋友 开始担心死亡 无办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会产生恐惧 不安的情绪 变得暴力 或者行为开始退步 意思是 明明本身做到的事 突然之间做不到 也会比较痴人 有时小朋友 甚至会开始自责 责怪自己 某些行为 是导致这件事发生 所以呢 会建议大人 一定要管束 过滤 他们接触到的 一些媒体资讯 尽量去找一些 能够引导 和正面 关于死亡的书籍 和电影 是适合他们的 其实我们应不应该 告诉小朋友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其他一位学者提到 如果小朋友 不知道人死了 而他们是安全的 他们是无办法 开始爱伤的 小朋友 是总会成长的 爱伤总会过渡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 给小朋友 参与 无论是多少岁 因为爱伤 是可以 事情过了很久 之后才发生的 而如果爱伤 是一个共同经历的时间 小朋友 会觉得 没有那么孤单 因为身边的人 和他经历 同样的事 而不是 大家经历完了 自己才知道 原来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将心比己 如果家里的人都知道 正是我不知道 就算明知大人不说 是因为疼我 我的心 都可能会觉得 不安乐 不舒服的 嗯 甚至有可能错过 亲朋好友的葬礼 悼念仪式 而成为 心里面的遗憾 好了 到了九至十一岁 小朋友开始有点 理解关于死亡这件事 但因为他们的脑部 思考方面 还在发展中 所以他们会开始 问很多 关于死亡的问题 想知道 亲朋好友 究竟经历过什么事 那这大人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引导 小朋友 捨低他们 对去世的人的思念 例如 他们最难忘的回忆 是什么 他们希望一起做 但是 无办法一起做的事 跟他们想 如何去怀面 这些过世的人 例如 种一棵植物 代表延续 过世人的生命 或者布置家 某一个角落 奉一些照片 鲜花 让他们可以随时怀念 或者藉着祈祷 将心事 讲给主耶稣知 尋求心灵上的平安 这个提议很好 我们要尊重 小朋友 可能未准备好去分享 大人可以建议 帮他们做一个 装秘密的盒子 跟他们说 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 随时跟我们一起分担 这样 当他们觉得 未准备好之前 都有一个方法 去放下他们的负面情绪 我喜欢这个方法 会让我们有个安全感 又可以跟着自己的步伐 去处理哀伤 嗯 到了青少年时期 他们已经知道 死亡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 他们的想法 可能会被朋友 其他人所以影响 他们会开始有些身体上的 压力信号出现 例如 头痛 胃痛 脾气变得很暴躁 又或者 抑压自己的情绪 整天躲在房間 有些青少年 希望可以做多些东西 去帮助大人 变得独立 又或者 每一样东西 都希望自己做事 嗯 那大人又怎样可以帮那些青少年呢 大人最重要 都是聆听 可以鼓励他们 多些沟通自己的情绪 大人自己 亦都可以做一个榜样 告诉青少年听 自己面对失去的时候 同样有情绪 和如何去处理 令到青少年觉得 原来大人 和我经历一样 亦都有脆弱的一面 亦都知道 原来我表达的情绪 是一件好事 是会被接纳的 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你到底想不想参加 葬礼或者导演仪式呢? 我们亦都要尊重他们的决定 被选择的权利给他们 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听 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些 情绪上的转变 那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 和观察自己多些 有心理准备 又会觉得被尊重 大人可以尊重 和支持他们想参与 或者比较独立的决定 但是同时间 要提醒他们 我们是你的依靠 无需要感觉到压力的 这点我都很同意 青少年学会独立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不过大人永远都可以 做他们坚强的后盾 好多谢Lessie 今集和我们的分享 不如请你重复一次 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面对哀伤的五个阶段 当然好 今天我们讲了 哀伤期 grief stage的五个阶段 分别为 否定 denial 憤怒 anger 怯伤 bargaining 悲伤 depression 接受 acceptance 另外 我也有看过 关于哀伤的五个重点 第一 每个人表达哀伤 都可以不一样的 第二 可以是一个共同的体验 第三 通常是暂时声的过渡期 第四 它是一个慢慢经历的过程 第五 我们要接纳负面感受 而不是拿手这些负面感受 再一次多谢Leslie 今集和我们的分享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用一段圣经 和大家互相勉励 是旧约针延的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悠伤的灵使骨护肝 各位观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